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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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北双的政治家,他也是文学家 他是陕西夏县人,他也是史学家 据说他是西晋司马家族的后裔 西晋的司马家族的后裔,他叫司马光 他曾经历任四个朝代的军王 包括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泽宗 包括四朝他都经历过 主持编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编年题叫资质通鉴 资质通鉴这四个字据说是宋神宗帮他提的字 资质通鉴,这个资质通鉴总共有三百万字 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在那个时候里头能够写出一个三百万字的一个大巨著 实在是令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 那在司马光在宋仁宗的时候中了近世 到了宋英宗时代他担任这个龙图阁大学士 到宋神宗的时候,王恩石开始施行变法 王恩石施行变法之后呢 当时朝内、朝廷内外有非常多人反对 原来司马光也反对 但司马光反对,原来是私下反对 所以司马光曾经写了三封信给王恩石 劝他说你的做法有一点问题,你需要改变 可是王恩石这个人是有一点直男的味道 他看到司马光写信给他,给他指证他的错误 结果这个人啊,这个王恩石居然没有回信给司马光 然后呢,他在他的机关的底报里头 看了一篇文章来驳斥司马光给他的建议 所以这件事情呢,让司马光觉得脸上无光了 这也是两人翻脸的原因 但是王恩石还没有,虽然是这样 王恩石还觉得想要用司马光 所以他就跟宋神中建议 是不是请司马光来当我的副相 因为王恩石当首相嘛 所以呢,他就想说,是不是来当我副相 当时他的副宰相的名称呢,叫做苏密傅使 苏密傅使 宋神中觉得很不错 为什么呢,因为宋神中他是司马光教出来的学生嘛 所以宋神中就答应了 答应之后呢,然后呢,王恩石就跟司马光讲 他说,司马光,你来跟我一起为新政奋斗吧 我现在呢,就请你来当我的副宰相 结果司马光坚决不同意去做他的副相 坚决不做他的副相 坚决不做他的副相 但王恩石不死心 他常常去找司马光 说你答应了没有,你答应了没有,赶快答应我吧 所以司马光就不愿意再建议王恩石 所以他就从开封了,干脆搬家 我躲不了你,我也没办法惹你 那我搬家好了 所以呢,这个司马光就搬家 从开封就搬到了洛阳 这搬到洛阳,一搬到洛阳 搬到洛阳之后呢,经过二十几年都不回到开封 也就是说他觉得他跟王恩石无话可谈 眼不见为敬 那他要坐在那儿好好去做 所以司马光呢,他就退到洛阳之后 退到洛阳之后,他就开始编自治通鉴 所以自治通鉴呢,可以说是司马光跟王恩石 他们之间的一个意气之争 也就是说,王恩石想请他出来做官 担任副宰相,但是司马光不愿意 王恩石再三请他出来帮忙 司马光不干就不干 最后呢,干脆眼不见为敬 这个我没办法看到你 那我躲着你可以吧 所以他都躲到洛阳去 然后开了一些书局 专门编这个事故前书 司马光这个人,他在宋仁宗宝元年的时候 他是重进士甲科 然后呢,他当时分发单位在苏州 苏州判官 等于是苏州负责审判的位置 那坐了一年多的父母官 坐了一年多的父母官之后呢 父母相继去世 所以司马光根据宋朝的礼述 就是父母去世的时候要定书嘛 那定书多久呢? 定书三年 所以他就辞掉了这个同判 就回家锁着父母 这样一锁就锁了三年 等到处服之后呢 他又被派到这个武成郡当判官 就是在当这个军事检察官 当这个位置 那当这个军事检察官 当了两年多左右的时间 那后来他的连进的父亲 这个一个苏密父子 龐吉的推荐 龐吉的推荐 说跟皇帝推荐 说司马光这个人啊 书读得很好 所以呢 我超级就同意了 就让司马光去到这个管阁去担任教队 也就是负责教队政府的文书 那同时呢 担任同志礼乐 所以他担任这个管阁教刊呢 这一当呢 就前前后就当了十年 当了十年之后 他的连进 这个龐吉就被调到河东京略 所以司马光就找司马光去 所以司马光就改任宾州的同判 那一直到了家幼二年 那司马光呢 因为龐吉生病了 龐吉生病了之后 就跟司马光讲 他说你替我巡视地方一下吧 所以呢 司马光就替他这个年金 替他这个年金 就巡视边地 那巡视边地的时候 他他发现有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林州 他在林州这个地方 适合逐一个碉堡 所以他就建议呢 在林州主堡 为了抵抵西下 我是在林州主堡 但是在林州主堡 但是因这个地方 凝西下故地太近 所以呢 虽然在这组堡 租了好几次al 还没租完呢 西下就齐略 所以这个堡没有组成 不仅这个林州主堡失败 而且损兵折降 损兵折降 所以呢 但是这个 这个仗本来是司马光的仗 但是司马光是带他的年金 庞吉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司马光沒事呢 他的延禁有事,所以延禁一直獲罪,就被貶官了 本來跟延禁被貶官,司馬光就覺得說對不起延禁 說你完全是因為我的言語,害你的官位被貶 所以司馬光自覺了他對不起這個林間 所以他還寫了一個詞程,所以就離開了賓州 離開了賓州之後,沒有多久他擔任開封府的推官 然後等於是貪府的推官 當了幾年之後,又開始寫皇帝的起居住 宋朝中國皇室的慣例 皇帝每天的事情都必須要有專人記錄 等於是我們現在一個總統武秘書長專門記錄 總統每天吃什麼,穿什麼,看什麼醫生 然後要接見什麼人,這叫起居住 過去皇帝身邊有這麼一個官 他就負責記錄,皇帝每天吃什麼飯 每天去哪裡散步 每天見什麼人 這種叫起居住 所以這種寫起居住一定深得皇帝訓任 所以後來沒有多久,到了宋仁宗末年的時候 司馬光就擔任了幫宋仁宗寫起居住 因為在寫起居住的關係 所以他當時知道了非常多朝廷的奏章 然後也理解朝廷多了非常多事情 所以司馬光覺得說他沒有什麼長處 他唯一的長處就是喜歡讀書 所以他說那我來編書吧 所以司馬光覺得他應該編一本書 所以他就把這本書叫做通鑑 為什麼叫通鑑呢? 通鑑的意思原來是用以通史為界境 他意思是這樣 就以史為賤 因為他是以通史為賤 所以就叫做通鑑 宋仁宗是一個英明的皇帝 但是後代不一定 所以他編織這通鑑的目的 編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要皇帝以古為賤 就古代曾經發生過一個什麼事情 然後他決定怎麼做最後失敗 要皇帝來記取這個教訓 所以他叫通鑑 作為統治的借鑑 所以這個時候大概是公元一千零六十一年 一千零六十一 所以到了宋英宗治平三年 宋英宗治平三年 然後這個司馬光寫成了一部分 他用戰國到秦代的八卷 寫了八卷 那上層給英宗 跟英宗講說他要修通鑑 但是這個通鑑呢 這個通鑑已經修了好幾年 從1957年一直修到19... 從1061年一直修到1066年 以前修了五六年了 總共只寫了八卷 這八卷裡頭只把戰國時代寫完 所以他就拿給英宗看 英宗看了之後就覺得這個 司馬光非常有毅力 說你一個人哪要編這麼大的書 可能不夠力 這樣子我給你做個編書局吧 所以呢 因為你叫通鑑 所以英宗就下個命令 說我們設一個通鑑局 這個通鑑局由誰管呢 由司馬光來管理 他的目的呢就是編寫通鑑 所以因為英宗的好意了 所以司馬光就接受了 所以司馬光自己一個人 單獨編通鑑呢 編了五六年 一直到宋英宗時代 宋英宗就跟他講說 我幫你弄個通鑑局吧 但是宋英宗之後 沒有多久去世 宋神宗上位 因為中文王安石 王安石因為跟司馬光不對牌 所以司馬光想說 反正我也無事可做 你就好好搞你的心法吧 那我就退居洛陽 言不見為敬 所以他悄悄的把家 從開封搬到了洛陽 然後呢搬到洛陽 又把這個通鑑局 這一批人馬 全部搬到了洛陽 全部搬到洛陽 那時候因為司馬光跟這個王安石 在宋神宗面前 曾經責備王安石 那司馬光曾經責備王安石 說祖宗之法不可變 你怎麼可以說是祖宗之法呢 不足以依靠呢 所以他認為呢 我們的前朝 包括我們宋太祖趙光映 宋太宗趙光映 以及包括宋仁宗 宋真宗 難道這些都沒有可看之處嗎 這祖宗呢 祖宗的變法 祖宗之法怎麼可以隨便改變呢 結果你卻說祖宗之法 全部把它丟到垃圾堆進去 為什麼沒有用 所以兩個人呢 在宋神宗面前爭辯了半天 當然最後王安石爭辯成功了 所以呢 所以司馬光呢 就失敗 失敗之後王安石還很客氣 我剛剛跟各位分享 王安石就請司馬光來做他的副相 但是司馬光這老兄 這個非常有志氣 不幹就不幹 後來他乾脆 不想再見到王安石了 看到你這個火大 所以他就把他的家呢 從開封搬到了洛陽 從開封搬到了洛陽 半島洛陽這個呢 什麼事就是在開始就開始編宿 但是在這裡頭呢 原來他剛開始要編宿的時候呢 這個 他就跟皇帝講說他要離開開封了 皇帝就講那你不能沒飯吃啊 所以給他一個小官做 給他一個什麼小官做呢 當時在這個陝西 有一個永興軍 是一個駐軍 這永興軍呢 缺少一個軍支 等於是缺少一個守 一個將領 所以他就跟司馬光講說 那你去這個 你去當永興軍的軍長吧 這是司馬光這一輩子當中 唯一當過的主官 唯一當過的主官 就是當這個 當這永興軍的軍長 那之前司馬光都擔任牧鳥工作 所以呢 後來呢 皇帝呢 就問司馬光永興軍的狀況 那司馬光呢 就跟他講 說這個宰相寫的清苗法 還有宰相寫的注意法 這兩個新法呢 讓危害陝西非常大 是當地的禍害 然後呢 皇帝就跟他講 說據我所知啊 王安寺的清苗法跟注意法 還沒有實行到陝西啊 所以司馬光可能是胡扯 我們不知道 反正司馬光就跟皇帝講了 說你在陝西的這個 這個永興軍擔任軍長 覺得怎麼樣 結果他就說 一切還好 唯獨呢 宰相的兩個座吧 一個叫做呢 駐藝法 一個叫清苗法 這個不適合 當地人呢 覺得以你為患 結果說 宋仁聽 王安寺這麼 聽這個司馬光這樣講 覺得很壓抑 很差異 他說這兩個法還沒有在陝西實施啊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司馬光 我們不知道說他為什麼這樣講 但是顯然司馬光 他就打心眼就瞧不起王安寺的變法 所以呢 他覺得說 好像這樣也不行 所以他就老實的跟皇帝講說 你讓我辭掉工作吧 我專訓的編書吧 所以這個聖神宗就說 好不好 那你就好好的編書吧 所以他就開 就退居到洛陽 完全都沒有工作 退到洛陽 通建局的編書工作 負責通建局的編書工作 據說他負責通建局的編書工作 據說他負責通建局的編書工作 他是日曆不足 夜以忌之以夜 日以忌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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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他是夜以忌日 因為他是白天工作了半天之後 還覺得工作不過 所以晚上繼續 所以叫夜以忌日 不是日以忌夜 而且這個司馬光編書 他雖然有一群幫他編 但是每一篇文章的出稿 每一篇文章的序論 每一篇文章的他都要自己寫 寫完之後 那別人編好之後 要給他看 給他看之後 他改了錯誤之後 別人還要再重騰一遍 所以就日以忌夜工作 這樣這時候離他剛開始 通建的時候 已經編了十年了 然後這通建編完的時候 又過了十年 又過了十五年 所以司馬光編自治通建 前前後編了二十五年 所以這是他一輩子的 一輩子的時間 都在這裡 成書之後呢 他就拿給宋神宗看 從宋神宗時代開始編 編到宋神宗 然後編到宋神宗 然後就寄給人 就成上給宋神宗看 他沒有去 找人就把這書 用車子拖到開封去 給宋神宗看 宋神宗也是很有學問 所以他就在這個書面上寫了幾個字 他說 有建於往事 以知於智道 有建於往事 以知於智道 所以命名叫知智通建 所以知智通建 他其實是宋神宗提的一首詩 叫做 有建於往事 以知於智道 就對統治很有幫助 建往之來 所以他就把這個寫了知智通建 跟他提這個書面 同時他也跟司馬光講 他說我替你寫序 所以司馬光的知智通建的偉大之處 是因為他宋神宗替司馬光寫序 所以這個很難 我們通常是請長官去寫序 當然也是有 但是作為皇帝之尊 居然主動跟司馬光講 我幫你寫序 而且還把這個通建兩個字 把它改成知智通建 那根據宋神宗當時的計算 這個知智通建 他總共有294卷 有300多萬字 那宋神宗覺得說 司馬光的功勞非常大 所以就跟他講說 你編了這部書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我把你升為資政殿學士 等於是國之泰司 國之大 國之泰司 資政殿學士 可是司馬光覺得說 你升給我一個國策顧問 或者是總統府資政 他說 但是我還是對新法 還是有意見 他還是有意見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一定要跟皇帝講 當時司馬光已經六十幾歲了 而皇帝只有三十幾歲 然後他寫了一封作折給皇帝 跟他講說 感謝皇帝給了我一個 叫做資政殿學士 總統府資政 但是我還是有話說 我希望皇帝能夠接見我 讓我跟你當面報告 心法究竟錯在何處 所以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宋神中 很可惜 宋神中還沒有看 信還沒寄到開封 宋神中去世了 所以司馬光錯失了他的機會 跟宋神中見上最後一面 那這個宋神中去世以後 宋神中去世以後 宋折中記憶 折中因為年紀很小 只有五六歲 非常小 所以當時由高太后聽證 那高太后本來就是主張 祖宗治法不可辯 所以高太后就招命司馬光入朝 請他主理國政 在這一年當中 他就問他 又擔任上書左仆社 兼門下士郎 所以等於是給他擔任首席宰相 給他擔任首席宰相 司馬光當時已經來自武多了 所以司馬光一聽他 所以他就大 就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就答應當首席宰相 擔任首席宰相 他第一個目的 第一個目標 把所有王安石的變化 全部廢掉 所以幾個月的時間 就把所有王安石的新法 全部進化 當時宋折中的年號叫元宥 所以歷史學家 就把這段歷史叫元宥更化 也就是在元宥年間裡頭 西陵變化 西陵變化之後就元宥更化 元宥更化的意思就是說 司馬光把西陵的變化 一夕之間全部罷出 全部罷出之後 然後他就聽說 人家就跟他講說 你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兼政敵 這個王安石生病了 他一聽到王安石生病了 就趕快找人家去跟王安石看病了 看病 然後呢 他發現王安石非常窮 王安石這個人非常清廉 非常窮 非常窮的時候 給你看到王安石要死掉了 要死掉 所以他就跟蘇世講 他說 他說 你是我的門徒 你跟上朝的時候 你見一下皇帝 見一下皇帝 就是說 如果假設呢 將來王安石去世以後 一定要請王安石 一定要請皇帝 優待他的家屬 蘇世聽了之後 很奇怪 他說 老師 他不是你的政敵嗎 他說 他是我的政敵沒錯 但是這個人是國家的人才 國家不可以虧待人才 所以蘇世呢 就按照王安石的意思 就上座章 最後宋哲宗就寫了一個座章 就說讓王安石 他可以推薦八個人入京 簡單來講 但是王安石呢 後來因為就去世了 王安石去世之後 然後呢 這個司馬光又叫蘇世 幫王安石寫穆字明 所以王安石的穆字明是蘇世寫的 蘇世也不喜歡王安石 可是呢 蘇世幫王安石寫的穆字明 全部都是通篇都沒有說一句 王安石的壞話 我們曾經跟大家分享 王安石跟蘇世的關 也不好嘛 他也常常跟他頂他 但是這一篇紀文當中 都沒有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司馬光跟王安石 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關係 那到了宋輝聰時代 因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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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王安石有一個門徒 這個人 這個門徒名叫蔡經 蔡經 在水武傳裡頭 曾經出現這麼一個人 蔡經當政 蔡經當政呢 他覺得他要盡量恩師報仇 所以把司馬光一派呢 全部把他做一個元佑黨人 然後呢 在元佑黨人裡頭 把司馬光有關的人 總共309個人 總共什麼 把他寫一個元佑黨人 全部貶次促進 所以舊派全部被賞出京城 而且他把這個名字 寫了一塊碑文 叫元佑黨人碑 元佑黨人碑 元佑黨人碑 據說元佑黨人碑 這幾個字 是宋輝宗寫的 元佑黨人碑 他們所患下的罪惡 據說這個碑文 是蔡經寫的 因為蔡經的書法 跟宋輝宗的書法 都是在那個時代裡面 都是數一數二的書法家 所以這塊碑文就非常非常值錢 但是過了一年之後 宋輝宗覺得說 好像對司馬光有一點過意不去 說人家也是為了國家 我居然把他所有的地址全部貶次 也有人跟宋輝宗講說 我們不要對舊黨太過 也不知道宋輝宗怎麼考慮 所以元佑黨人碑 過了一年之後 宋輝宗覺得很對不起 很對不起這個司馬光 那加上蘇氏還活著 所以他覺得對不起蘇氏 所以當時蘇氏被流放到海南島 已經非常老了 然後他就問說蘇氏呢 他說蘇氏蘇東坡被你老了 流放到海南島去了 他說那麼一個大神 為什麼把他流放到海南島去 趕快下個招數叫他回來 所以蘇氏就回來 但是在路上蘇氏就去世 元佑黨人最後最年輕的一個政治人物 蘇氏就這樣去世 所以三百零九人碑 後來宋輝宗把營友黨人碑毀壞 他覺得很對不起 就把營友黨人碑毀壞 所以現在已經看不到營友黨人碑 但是當時有個營友黨人 他特別模擬了這個字 所以營友黨人碑的拓字還在 拓字還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當時因為蔡經當政 蔡經因為是王安石親手提拔的大臣 而且蔡經的弟弟又娶了王安石的女兒 所以他們關係非常好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司馬公跟王安石的時代 可以說本來是朋友 但是後來變成政敵 但是後來垂垂勞矣的時候 都互相關心 王安石關心司馬公會不會餓死 司馬公也關心王安石會餓死 司馬公還關心王安石死掉之後 沒有錢買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那個時代裡面的讀書人 他們之間的交情 確實是私交非常堵 但是公事是公事 但是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新舊黨征 也有他人情溫柔的一面 所以今天我們跟各位分享 司馬公這樣的一件事 溫良公簡讓 這是司馬中的個性 剛正不合也是司馬公的個性 所以司馬公他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 也是傑出的教育家 所以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 司馬公的故事 就到這個地方告個段落 感謝大家收看 今天我們看 我們看這些事情 以及會不會坐在這裡 在等下 第二天 今天我們看到 我們可以看